好 那現在進入最後一台我們的藍光機播放 那介紹的這一台呢是 自取為藍光創始者之一的Sony 所推出的一個平價機種不到一萬塊的 藍光播放機叫做BDP-S360 那它另外還有搭載它自己的家庭劇院 家庭劇院組也是搭配這一台 那我們現在來看外觀 它外觀一樣是用 跟之前的機種都一樣用鋼琴烤漆的鏡面 那它前面這個板子呢 它是做整片的 它工理機是藏在裡面 因為工理機推出的時候整個會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的一些液晶面板 這個是讓小編還蠻覺得蠻奇怪的一個設計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實就像一般的藍光播放機一樣 它外觀就是大概都是長風型的造型 那這就是這台Sony BDP-S360外觀的介紹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這台Sony BDP-S360的開機速度 時間跟 毒片時間 那它跟LG的 燃光播放器一樣 它是主打說它的開機速度 還有毒片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速 那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 首先來測試它的開機時間 那在按下去的同時呢 我們也一起按一下計時按鈕 好 好 那進入它主選單之後呢 所測出來的秒數是23秒喔 那這是從黑畫面到它進入它的主選單的時候 它的測試出來的秒數 好 那測試完開機的時間之後呢 小編還是準備了這片 鋼鐵人的藍光片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它的圖片時間吧 那這樣光臉被放入之後呢 關起槽 然後 的同時按一下呢 我們的馬錶喔 好 到畫面出來的時候呢 測出來時間是38.9秒 測完我們的開機時間跟圖片時間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它的選單的部分 那看到這個Sony的選單呢 大家一定覺得很有印象 因為它現在不管是PSP或是PS3或是它的電視 然後還有現在的藍光播放機 都是採用這個XMB的操作選單 那操作的方式呢其實很簡單 就大概就照著 如果你有一些Sony的產品 就可以照著這個去設定 那它有一些像網路設定啊 還有一些系統設定都在這裡面 那也可以進行相片的流來 對 然後還有一些音訊視訊的設定 然後呢 這台機器你只要在接上網路之後呢 你可以按下這個 網路更新的部分呢 去升級它這台藍光播放機的韌體 對 那它旁邊的部分呢 則是有像是 照片啊 音樂 還有藍光 就是一些影片的資訊都會在這邊 那這就是 Sony一貫的採用的XMB的操作選單 好的 那看完以上的介紹之後呢 這台Sony的BDP S360 它是Sony現在目前唯一台低於1萬塊的機種 那就是在整個操作選單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還蠻熟悉的 那在遙控器的部分呢 它的按鍵呢也會比較小 那在這個上方呢 這邊有電視 Sony Bravia一晶電視的操作 那你也可以如果你是用Sony的電視的話 你也可以做Link的功能 那一些基本上一些選單的都在這下面 那顯示的介面一樣採用英文的 對 這是Sony的特色 那它的遙控器呢 比電視的還要再小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就是 兩款都是Sony的產品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用同一個 遙控器做使用 自己選擇一支 那就是這台機器呢 在價格啊 還有一些操作的功能上 其實都還算OK 但是也沒有到 就是如果你要搭配Sony Bravia一晶電視的話 就比較建議你買這一台 Sony的燃光播放機 那就是這台Sony BDP S360的介紹喔 對 在價格之中 可以做選擇 可以做選擇 融化